大家好 我是黑哥 今天 老娘准备做 芹菜鼓勵 话不多说 我先去菜市场 买菜 一会儿见 今天买点的小芹菜 叫香芹 这回去做鼓勵吃特别香 多少钱 赶紧去买点 七块 妈 刚买的芹菜怎么样 让我看 这芹菜多好了 有便宜 那买菜的也惯了 去哪儿 两块五这么一把 我说拿了三把吧 你还说你给七块 这做生意的都会做 这叫互利 对 以后煮饮饮食了 你吃得素点 大鱼大肉 我姨都给我打电话了 说柱子你不敢这么吃了 这鸡饼都不用摘 一洗就行吗 不得就是把头一摘就行 就把根揪了就行了 这芹菜再小点 你以为是香菜了 这第一个它是高纤维 粗纤维吧 高纤维什么意思 粗纤维 再一个是那个 酱血样 我知道的酱血样 我爸可是不爱吃这 不爱吃也得让他吃 他爱吃油糕 天天给他打油糕 把老周汉吃坏了 他不爱吃这 天天做这 麻烦了死了 呀咱们要可以天天做这 我爸可受不了了 我爸估计天天地旅游去 你看老娘今天的发型也变了 昨天出去收拾了一下 春节年轻了十来岁 给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 昨天烫这个头花了多少钱 给我要的不贵吧 烫得挺好看的 给我要的不贵 给我要的不少吧 我今天早上过来看我都懵了 给我个小惊喜 我完了楼桥的我也躺一下 我把这芹菜洗上一下 芹菜看的特别嫩 搁上有点泥 我把芹菜洗得一点点洗满太多了 芹菜洗好了 让它空空水 芹菜水空的差不多了吗 好 你开心吧 这能做多少 这三把全做的多吧 咱就吃一天 一切就没了 一切一整它就没了 吃了一切就没了 不要切得太大了 我切的比你切的更小 要不就我切吧 麻切吧 芹菜已经切好了 我用白面和棒子面 把它拌一下 开始放面了好吗 对 先给我舀上三三三瓦 三缸子 三缸子 这个棒子面和白面的比例 大概是多少 三比一 三比一就是三缸子白面 一缸子棒子面 棒子面多了也不好吃 没有棒子面也不好吃 对 加点粗粮还是好 再来一点吧 我觉得 再来上半缸子 再来半缸子吧 好 现在这个情况下 我放点花椒面 棒子面吧先 等一会放到这面上面 它不是好搅匀吗 好 这是花椒面 现在来上一缸子 棒子面 这棒子面 它磨得也细 挺好的 行了 这够了吗 叫我拌 拌着再看 这大概的 你不够了我给你讲 大概的就是这了 这个搓一搓 才能看出来了 就这么一小勺就够 一勺 两勺吧 行了 一会炒的时候是不是还要放点盐 不能放了 炒的时候千万不能放了 你吃的时候你再看 行了 拌好了 芹菜锅类已经拌好了 现在就等着锅开了 上锅蒸 锅开了 我现在把拌好的 芹菜锅类 上龙梯 中间掏个洞 它气容易上来 盖住 让它蒸20分钟 锅类已经蒸好了 出锅 热气腾腾 文贱香味的吗 文贱的芹菜香吧 文贱的芹菜香味 香喷闷的鼓泪 就蒸好了 现在把它再炒一下 就可以吃了 和葱花 爆香 葱花已经炒香了 和一点点花椒面 再和一点点咸盐 把葱香 炸出来就行 把蒸好的菇类 倒入 锅中 拌匀 就好了 关火 搅匀就好了 菇类炒好了 现在就可以吃了 香喷喷的芹菜菇类就做好了 今天就我和我老娘俩人 老娘还熬了个 大米粥 我们已经吃 一碗菇类 我炒了个胡萝卜丝 这饭看着够养生吧 妈 它开动吧 开动 你看好吃不好吃 这就是我一直最爱吃的 我的同学也是最爱吃的 吃的感觉有点淡 这盐多了它就不好吃了 一个盐就不好吃 吃的就是筋带的香味 养生的大米粥 芹菜菇类 你像以前这些饭像我年轻的时候我就不吃 我就不爱吃 我也不爱吃 后面了 看着吃完糗了 随着岁月的流失 咱们慢慢变了 那粗藏的芹菜它能做吗 能做 那就是烤的芹菜 那就是烤的芹菜 咱也能做 它没这么香的 就利用这种香芹 就利用这种香芹 现在这都吃得精了 多长加了块肉 我少没加 这个 这个搁垫的棒子面它就酥 你加入不给蓬松 它是粘的 你加入不搁棒子面 它就是粘的 粘个大 不好吃 我四十年前的好友 来了到我家 不让我做别的 今儿过来 把菇类给大家做下 我说行 把切副米粉熬 我说行 就明天 开车有了欢欢 我都会欢欢鼓的 那好吃 开车咱们就到地里去 撒清去 踢踢菜呀什么 咱们就养生去 咱们在那边车 从开始 拔菜 到蒸 一条笼 我拔去吧 你都吃呀 是 今天的芹菜 大家学会了吗 如果有什么疑问 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留言 这期视频就做到这里 喜欢黑哥的 请关注和转发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 大家好 我是黑哥 我是钢子 钢子 现在这个葱头 也是将好今年下来 咱们这边的是 紫葱头居多 还有黄葱头啊什么的 你像我个人变好 就比较爱吃的紫葱头 也有网友问我 什么样的葱头好 又把黑哥问的一脸茫然 这样钢子 你给他出上一期 关于这个葱头的视频 这个葱头的种类 给大家介绍一样 大家好 我是钢子 今天呢 咱们来说一说 洋葱 洋葱呢 又称圆葱 或者呢叫葱头 这也是春天和夏天的 在市场上比较常见的蔬菜 一般我们在市场上的 比较多见的 就是一种紫皮的洋葱 还有呢 代表的是橘黄色的 这种的洋葱 其实啊 洋葱除了紫色黄色 还有一种白色的 这个呢在市面上不是很常见 因为他产量比较少 价格呢相对也贵一些 那么他们有什么区别和不同呢 首先口感味道不同 紫皮洋葱的稀辣味呢 更重一些 在市场上呢 也特别的苦变 而这种黄皮的洋葱呢 他这个辣味比较居中 甜味和辣味相对比较均衡一些 那么在我们家庭应用当中呢 紫皮洋葱经常被用来炒菜 或者是凉拌菜 黄皮洋葱呢 适合直接生吃 或者蘸着酱来吃 第三个呢就说看它的营养价值 其实啊紫皮洋葱 才是营养价值最高的 紫皮洋葱为什么这么辣呢 因为它含的这种叫蒜素的东西比较多 紫皮洋葱呢含有一种物质叫 蜜皮素 这个呢是一个天然的抗癌物质 而且我们生活当中呢 经常呢 用紫皮洋葱和木耳 来凉调 这个呢具有降血压 降血脂 这么一个保健的功能 所以呢 对于我们普通家庭来说 紫皮洋葱还是最好的选择 那么对一些不喜欢 洋葱辛辣味的呢 可以买一些这种黄皮的洋葱 那我们在市场上如何去挑选好的洋葱呢 我们第一个是要看 体型呢是不是圆稳稳的 表皮呢 比较干净完整 包裹的也比较的紧密 思绮这层干皮呢 看它的表面非常的完整 有光泽 而且整体呢没有什么磕碰造成的损伤 如果有这种伤痕呢 它会很容易造成洋葱的苦败 也就不耐存储 第二个呢是要闻一闻 它的味道 如果我们能明显的闻到洋葱的本身这种气味呢 这就说明了洋葱已经不太新鲜了 我们最好挑这些呢 闻不出来洋葱味道的洋葱 第三个呢就是 颠一颠 挑选两个体型呢差不多大了 如果它越重呢 说明它的水分含量越多 也就证明了它比较新鲜 如果不新鲜的洋葱呢 说明它的水分流失了 所以呢就比较轻 第四个呢就是凭我们的手感来按一按 好的洋葱呢整体是比较硬的 我们还可以按一下洋葱这个顶部 这个尖点这块呢 如果按这个地方呢比较柔软 说明了洋葱的内部 有可能腐败或者呢已经开始发芽了 这样的洋葱呢我们就不要去选购了 洋葱呢还有这个解腻的功效 尤其夏天在摊上吃一个洋葱 我们都会要上一碟洋葱 来配着这个洋葱吃 口味真的很棒 好了关于洋葱的挑战 大家学会了吗 希望钢子的时间对大家有所帮助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